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请问一事 今天咱们聊聊加拿大魁北克省通过的一个新的规定 这个规定对于国际学生来说,甚至对加拿大的外省的学生来说 说英语的学生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这次新的规定,加拿大其他省份的留学生学费上涨到每年一万两千加币 这次通过的决定呢,比当初提的草案的决定呢,它是略有降低 它这个规定呢,只是对魁北克省以外的学生 也就是说你加拿大的学生,你不是魁北克的身份证 您都要按这个学费交 真正他省里的学生还是三千五千七千 他按这个比例,当地学生来说涨幅降低一倍 当然对于国际学生涨幅就更多 刚才我说了这个政策对于留学生来说,那是致命的 这个只是平均的,你要是好的专业,那长的是更多了 当然他也有一定的规定 他规定了在2025年到2026年这个学期 他开始实行英语学校法语的评分制 你要达到五级的法语,你才能够毕业 这个就是对于现在的纯英语学校来说,那真的是灾难性的 现在的魁北克的英语学校,他没有强迫法语成绩 从2026年开始,那你就强调法语成绩 你不够五级,您就毕不了业 这五级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加拿大上学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它是12年级 那也就是说你12年级,你毕业你才能够 你够这个水平,你才能上大学 那他这个呢,就规定就五年,也就是说五年就是小学毕业吧 就大概这么这个水平 80%的学生,你能达到这五年级的法语水平 你这个学校,政府才给你在补助 也就是教育,教育基金再给你补助 如果你没有这个成绩 那你就纯是自负盈亏 政府不管你,加拿大国民的报税 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这都是要国家统一波的 学校要是没有这笔资金,那它就很难生存了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政策 对于奎北克省几十个英语的学校 那是灭井之灾 尤其是奎北克省,它有非常有名的大学 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 你像那个麦基尔大学和这个康考地亚这个大学 这两个大学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尤其麦基尔,它也有好几个是获得罗贝尔奖的这个学者 那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学校 但是现在因为它是纯的英语大学 所以现在这个他大学的校长已经明确的表示了 有可能他把一部分学科转到别的省 现在在做这个计划 他可能要转到20%到30% 他逐年转,可能最后就消失了,就在奎北克省 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损失 因为这个大学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奎北克高等教育部的部长 Derry给这个大学的大学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 他就谈到这个问题 他就劝这个麦基尔大学的校长 说你不要走,你不要小队想法 说我们这个只是因为财政的平衡 讲了一些道理啊 讲了这些原因 但是实际上 对于奎北克省的这个所有的英语学校 所有的英语机构都面临着关门的危险 这个事情的起因 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 奎北克省呢 他在加拿大呢,地理面积他是第一大的 他170多万平方公里的 人口呢是第二大的 他仅次于安省 他700多万,将近800万人口 人均GDP呢也是非常高 他达到将近4万美金 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呢 有670万以法语为母语的人呢 居住在奎北克省 那也就是说他700多万,将近800万人 670万,也就是说90%的人都是说法语的 占全国的总人口23%了 那现在应该在25%了 因为整个的这个加拿大人口达到4000万了 这个加拿大奎北克省啊 他一直是能够把法语保留下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奋斗目标 为什么这么说 你想700多,将近800万人 现在已经有100多万人不说法语了 那肯定还会慢慢慢慢在萎缩 大家知道这个法语 不是世界完全流通的语言 因为现在完全流通的就是英语嘛 很多国家都是官方语言 但是加拿大为什么是双语国家 法语的人口呢,占相当的比例 刚才咱们说呢,都23%、25% 官方语言这边都是英语和法语 你要是做官方的这个官员 你必须得会双语 前天我去这个市政府 那服务员上来 那个工作人员上来先用英语说 你好,需要什么帮助 然后跟着就是法语 加拿大这个政府的公务官员呢 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 有人会问了说 加拿大这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 你这是等于是国中国似的 加拿大都是英语 其他就是全英语 就他这是法语 这个呢,就是历史比较悠久了 就在18世纪的时候 法国人先发现了这个地方 魁北克这一地,这个地区 因为他挨着海 挨着大西洋 而且呢,又真正是 魁北克那个脚呢 是圣劳伦斯河 等于水域非常宽阔 他在地理位置也决定了 他从海上过来 他内置一个很好的港口 他从海进到河里了 劳伦斯河 然后跟着就可以进的五大湖 安德烈湖啊 像这个伊瑞湖啊 跟着从这五大湖 他就进了 所以他的水域非常宽阔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法国人就在这儿定居下来 随后呢,英国人 跟美国打完仗以后 又奔到这个地方来 英国人来了以后呢 他也想站这个地方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战争 所以经过了七年的奋战 英国的把法国给打败了 英国人来了以后呢 搞定不了的当地的印内安人 这个援助人 因为法国人在这时间长了 所以呢 他只能够委屈求全 然后让这法国人呢 统治这个地方 虽然说我这个加拿大 是一个联邦国家 都说英语 但是你法国人 你还可以保留你的文化 你的语言 所以这样的话呢 等于英国呢 也借助法国的力量 安稳了当地的这个居民 所以这样慢慢慢慢慢慢 就形成了 现在这个局面 也就是说 有点国中国的这个局面 但是魁北克省呢 他一直就是想独立 在1995年的时候 他们曾经搞过一次公投 最后的结果是49.4 没有达到50%的这个门槛 等于是没有通过 但是呢 魁北克省呢 就一直不死心 将近30年了 他们还在做这些工作 说法语的人数越来越少 很多的机构在魁北克 他也都是说英语 英语的社区 英语的学校 英语的机构越来越多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 这个省政府就搞出了这么一条 就是强制性的 像Maker这些大学 这些机构 纯说英语的这些机构 把我们这个魁北克的法语 给毁了 所以我没有前途了 那我们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其实我认为 他这么做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实这个 法语的萎缩 它是一个大势所趋 你只能在这个国家 你还可以能维持 除非你不跟外界交涉 那你 你这些 你只有把这些机构请出去 那你这样 反而到萎缩了 你没有 你没有更大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 它这个政策出来的 也未必有好的结果 当然这个只能用时间去验证 咱们拭目以待 看看几十年以后 看看它的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 但是这个问题呢 出现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那就是有很大的麻烦 尤其是对技术移民 和对留学生 这是非常大的麻烦 为什么这么说 移民来说 那原来你看 我二十多年前来的时候 他就是有这个政策 就是鼓励新移民 给你生活费 给你学费 让你学法语 免费的 现在呢也有 所以也有很多的新移民到这来 现在当然中国人都有钱了 来的时候都能带点钱来 所以他生活一开始 还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 你像我们原来来的 那都是没有钱 你生活都得有压力的 你就要 来的以后 你就想想办法找工作 现在的人 很多人都到这来 我这几年都不干活 顺着二十年不干活都没事 有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 所以他移民呢 他还还可以 不用非得到 那个魁北克去 当时我去魁北克了 我也看到那个情况了 确实很多人都 移民了以后先到那去 为什么 他就是到那能先安顿下来 政府先给我钱 我现在在那学 学点法语 至于说未来怎么样 再说了 都是这种情况 当然那个时候 我说的技术移民 他都是有身份了 直接拿了封建卡 他主要到这来 先得生存 安顿下来 所以到那先去 政府反正每月给钱嘛 给几百个钱 就够了 现在的国际学性 80%都是为了拿身份 那好了 你想想你当那 本来在国内学的是英语 你当那在学法语 你想要从头来 你本来上大学 就刚一开始 就有非常大的难度 因为你从高中上大学 这是有一个门槛 尤其在加拿大这个地方 他大学学的和高中学的 他不连贯 就难度非常大 你又用一种新的语言 在学这个 我认为啊 90%的国际学生 不会再学魁北科 他就说他再有好的条件 比如说好移民 但是现在 你这个学费又高 这个语言又涨了 原来你用英语 你在那学 你能够毕业 能够移民 他正在宽松 他鼓励人移民嘛 他人少 他说法语的人少 他就想办法 用这个方法 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你这学费这一涨 涨一倍 那基本就 没有什么希望了 而且同时 你还得学法语 还得重新学法语 这个对于学生来说 我想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所以我认为 这个事情的发生 对于这个 咱们这个学生来说 影响非常非常大 语言难度的加大 然后学费的昂贵 原来又翻翻了 打着滚晚上涨 再加上 你就说你将来学会了法语 您在加拿大 您只能在 在魁北克省待着 或者你去法国 你其他省 你没有 没有出入 除非你在政府 共闻工作 除此以外 你到其他企业去 人家都说英语 所以这个局限性 非常非常大 我认为 刚才说的这几点上 一个是这个 语言的难度加大 你到这儿新来嘛 有同学学法语 一个学费 打着滚晚上涨 一个是未来 你在毕业以后 你的法语的局限性 我觉得 但分有点 头脑的人 他不会再选择 这个魁北克 所以这个 对于魁北克来说 是不是好的政策 咱们也只能说 顺目以待 但是对于咱们中国学生来说 或者移民来说 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坑 像刚才我说的 以上这些呢 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 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呢 发表不同的看法 咱们在留言区里 互相交流 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